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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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际上这些整个大量的廉价商品涌向国际市场 导致中共出口订单上升 然后制造业利润增加 但实际上这是中共的产业政策 产业补贴造成的 比起现在看来马上就会遇到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反击的措施 就是您刚才说了一个正常经济应该是出口如果增加进口也应该增加 这还是说明中国的经济的就是这种矛盾吗 是 说是一个经济的畸形的发展 就是因为它最关键的内需市场内需人民的收入 这些都没有突破 没有进展 所以这个数字跟中国的经济严重衰退没有什么矛盾 衰退仍然严重 只是在出口 尤其实际上就是电动车出口 这一行业现在看来有些很好看的数字 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是畸形的 是政府补贴造成的 并且显然是不会持久的 欧洲政府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反轻销的调查 而美国政府我们知道拜登和习近平刚刚通话 耶伦现在正在中国访问就在谈这个问题 另外这个报道还说到 这个好像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中国产能过剩 大量廉价商品 你刚才说了 涌向国际市场 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贸易摩擦的担忧 这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欧盟担心的 或者是美国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对 这个已经不是担忧的问题了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实质的这个贸易战的 新的新一轮的贸易战已经开始了 这个就是对大量的廉价商品影响市场 实际上中共是在把它的过剩产能输出到国外 把它的过剩产能导致失业 把失业问题输到国际上去 因为它让自己不失业了 然后让其他国家的人失业了 就是说的输出产能过剩 输出失业 用廉价能在倾销国际市场 这个绝对是不公平的那个贸易行为 这个是贸易 不现在的贸易 新一轮的贸易摩擦 已经不是一个担忧的问题了 现在已经就是到实质上的 就是说导致这个贸易争端 或者是下面的贸易摩擦要升级的问题 另外您刚才提到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出口 现在特别的多 现在国际的很多的这个左派的这个政府 绿色的什么能源的政策 就是强行的出一些政策 让大家购买这个电动车 那是不是中共钻了这个 对 中共是钻了这个控制 实际上这个也是给这个左派政府 包括美国的拜登政府 也出了个难题 然后同一方面他们在搞这个绿色 很荒唐的这个绿色能源绿色政策 然后呢 绿色政策等中共搞起来以后呢 他们又害怕了 那实际上它是给自己找的麻烦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个 首先我们这个绿色电动车 就是一种绿色能源产品 这个谎言已经破灭了 我们知道这个 你电动车充电那个电从哪里来 现在实际上这个电呢 你对太阳能发的电源远远不够 还是需要靠那种火电厂 煤电厂或者这个核电厂 来提供电力 但是同时呢 它也造成了另外的问题 你比方说大量的电池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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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报废的问题 怎么回收的问题 因为电池 这个 旧电池在回收的时候呢 或者是 回收 在破碎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毒液 有毒的物质 这些问题都没有能解决 所以它一直在制造新的污染源 所以并且也没有真正的节能 所以这个左派这种环境的谎言 现在正在破灭这种 所以各国对电动车的热潮呢 已经开始淡化 消费者实际上也不那么在 也不那么就是说 向往这些电动车 很多电动车厂像奔驰 他们已经放弃了 原来他们说 他们要全部转向电动车 现在他们已经放弃这个打算 另外这个报道还提到了 地缘政治上驱动传业政策 这表明什么 对 这个地缘政治呢 因为还涉及到这些 比方说中国支持乌克兰 支持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 还有中共对这些 周边国家的这些领土 领海这些声张取出 这些同时也在驱动 让中共越来越迫切 它已经感觉到 这个国际社会 对中共的围堵 它有这种安全的担心 所以它也要求希望 就是从经济上 能走出困境 所以这个地缘政治和产业政策 也确实是在互相 这个 互相的那个交织和推动 另外 中共大力的宣传 它的制造业的这种 什么利润增加 或出国订单的这个指数上升 那对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吗 对中国萊博斯 其实这个影响还是有限的 因为它这个现在出口订单 这个汽车产业 电动车产业的话 它其实顾不了那么多的人 很多都是自动化的生产 实际上这个中国电动车产业 整个都学了马斯克 马斯克进入中国以后 特斯拉街在上海建造以后 马斯克把它 基本上是它所有的技术 所有的软件都开源开放 所以中国在一下子出现这么多 但是很多这种高技术的 或者是大规模的 那个机械化的生产 也不会带动特别多的出口 它跟以前那种做帽子 做鞋子那种 手工桌的话 那个不一样 所以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来说 其实一个出口的这么多汽车 其实也并没有导致整个 整个国家 或整个消费者群体 它的收入增加 也没有带来太多的就业 并且现在我认为这个出口订单 上升这个趋势 很可能是会短命的 一旦欧盟的限制 和美国的限制 开始出台的话 其实这个出口的 出口的势头会降下来 并且这个使用电动车市场 绿色能源这些套 这些套左派推进的东西 开始破灭 这个电动车 可能并不像我们想像的 那么会发展的那么快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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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